今天的這支影片會用六個小節 讓你練習到男生跟女生的 sliding door 有對sliding door有興趣的朋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囉 哈囉各位Dance Passion舞動魂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Rex老師 歡迎大家來到Dance Passion練功房 今天的這支影片呢 我會給大家一個六個小節的練習舞步 那這六個小節的舞步呢 它就會包含了sliding door 男士以及女士的舞步 那請大家好好跟這支影片一起練習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馬上就開始囉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先重心站在右腳上面 4-1 然後走一個check 2-3-4 一個back walk 下後退的delay walk 然後我們做一個lunch 2-3-4 上到這 然後我們做一個cucolacha 2-3-4 那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接到後退 2-3-4 我delay walk 4-1 搖擺 2-3-4 1 然後轉動 2-3-4 然後我們就會重複 然後我們就會重複 我們就會repeat的一次 那我們待會來為各位算一下 這六個小節的從哪裡開始算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是 2-3-4-1 然後第一個小節呢 我們是做一個forward check 2-3-4 後退的delay walk 4的時候是一個後退delay walk 那第二個小節呢 我們是做一個重心上到左腳上面 然後送到右腳的弓箭步 2-3-4 回到原本的位置上面 那第三個小節呢 我們做一個cucolacha 2-3 4的時候呢 我的左腳往斜後方踩 讓我身體有一個往左邊旋轉的預備動作 OK 那第四個小節呢 我們進到女生的後退的slide door的部分 然後2-3-4的時候呢 是一個forward delay walk 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delay walk 但是我前腳是彎的 這是我們的第四個小節 第五個小節的時候呢 我們是站上去and 2-3的時候 我回到我的右腳上面 我轉動and 4-1 那第六個小節呢 我們有一個forward turning 然後接後退 and 2 然後向側 3 and 4 我們進到斜角上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再重複 我們的第一個小節 OK 好我們先再看一次 我們整個為各位呢 你再演示一次 待會呢 我會為各位帶來背面的示範表演 所以請大家稍微有點耐心 我們再做一次 2 3 and 4 1 and 2 and 3 and 4 1 and 2 and 3 and 4 1 1 and 4 1 and 重複 回頭 OK 那在這個部分呢 這六個小節先給大家看一下 那接下來我翻過來 可以跟示範一下 那現在這個同學們呢 你就可以站起來 然後跟著我的背一起跳 這個舞步呢我會帶著大家多做幾次 好不好預備 2 3 and 4 1 and 2 and 3 and 4 1 and 2 and 3 and 4 1 and 2 and 3 and 4 1 and 2 2 and 3 and 4 1 and 2 重複 那在這個時候呢 我會不會各位再算一次小結數 第一個小結 第二個小結 第三個小結我算給各位聽 那各位就可以跟著我一起 然後去了解到我們第一個小結的動作是什麼 如果不了解的話呢 回到我們剛剛的影片 你就會更清楚了 我們再看一次 預備 2 3 and 4 1 第一個小結 2 and 3 and 4 1 第二個小結 2 and 3 and 4 往第三個小結 2 3 and 4 往第四個小結 2 and 3 and 4 往第五個小結 2 3 and 4 往第六個小結 2 and 3 and 4 然後我們可以再重複 然後我們可以再重複一次 OK 可以嗎 我想 各位同學 你剛剛看完之後呢 我們在這個裡面呢 我們來做一個分析 在這個分析的意思是說 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在這裡 在這個動作 男生的身邊 這個是一個男生的 sliding door的步子 這邊是一個第一個小結 2 3 and 4 這是一個男生的sliding door 然後這一個 第二個小結 也是男生的sliding door 所以我們在銜接的部分呢 我們第三個小結 我們做一個搖擺 2 3 4 準備銜接到女士常做的sliding door的位置 所以這邊第四個小結 是女士的sliding door 是 2 and 3 and 4 第五個小結 也是女生的sliding door 2 and 3 and 4 我做了一個轉動 and 2 and 3 and 4 然後呢我們就又再從男士的sliding door接進去 可以嗎 OK 所以 在這支影片裡面呢 我們你可以看到 老師給你們一個六個 只有六個小結 短短的六個小結 那在這六個小結裡面呢 就包含了我們男士的舞步 以及女士在sliding door裡面的舞步 那所以呢 同學們你們可以看著這支影片 然後去練習 然後讓你自己呢 更熟悉運作 那在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不管你是從正面看 從背面看 我們在解釋的時候呢 我們都有每一個小結的身體使用 那所以你可以去理解一下 你在哪這個身體使用做起來標不標準 你的check標不標準 你的delay walk標不標準 你的弓箭步標不標準 甚至你的cooklatcha標不標準 那所以 你可以看到 一個好看的舞步 並不是舞步再好看 一個好看的舞步呢 而是你把所有的小細節做得很完整 然後感覺起來就會很漂亮 OK 那這是我給大家的一個小小的練習 就是dance pen學練工房 就是給大家一個小小的組合 一個小小的練習 讓大家可以透過反覆的 重複的一個組合 讓大家去做練習基本動作 OK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面方呢 有一個超級感謝的按鈕 請你也不要吝嗇的為我們 加加油打打氣 那給我們一些小兒的贊助 我們都會非常的感謝你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掰掰 還有記得ね selecting forgiven 我記得記得 訂閱讀 一點點